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謝倫瑾 那當然非常高興這邊跟大家見面 那當然最主要的部分呢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測驗 就是大家最近的這個所謂人際關係 以及這個桃花運到底如何 我們常提到所謂的這個桃花分座 人緣桃花跟因緣桃花 那當然基本上來說 我們今天主要的設定 會比較偏在人緣桃花 當然人緣桃花有時候他會覺得說 我最近呢可能剛好有一個聚會 有沒有可能認識可能我心目中的對象 那因此觀眾朋友 如果你來做這個測驗 那就對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四個字 分別是梅 藍 竹 橘 四個字 那當然你想要求這個所謂桃花的話 那麼心裡頭要先想著其中的一個字 如果您選好的話 那我們來這邊 來為您做一個解說 第一個我們就先以這個梅字 我們來看一下 觀眾朋友如果選擇這個梅字的時候 仔細看一下 梅這個字呢 它是 我們這個梅字的桃花音 有時候我們在講 測字一共有這個所謂的18種不同的這個測字方式 其中一種它跟發音比較接近 比較有關 所以梅這個是聲音音同沒有的梅 那相對的就是說 如果這個梅字的這個原本的木字旁把它換掉 換成新 那就變成後悔的悔 那也就是說我們換個角度來說 也就是說 可能最近呢 可能我有心 這個要 遇到喜歡的這個對象 可能我有心表白 但是最近呢 可能四個月之內 好 那記得喔 如果加上新字 就變後悔的悔喔 這個代表什麼呢 表示這個四個月之內 暫時不適合做表白的動作 好 因此選擇這個字的話 可能我們的這個桃花運 桃花只有60分 你只要試著 把對方當成普通的朋友 那這樣的話呢 你的這個友情可以維持下去 在四個月之後 我們再來看看 您的這個時間 適當的時間到了沒有 那如果適當時間到的話 那我們再做表白 那麼成功機率就會變高囉 第二個呢 我們來看一下 觀眾朋友如果你選擇 是藍這個字 那當然藍這個字呢 其實呢 我們換個角度來說的時候 藍這個字 如果我把上面的草字頭去掉 這樣加上水字旁 就變波蘭的藍 所以這個地方 一旦遇到水呢 就變波蘭的藍 可是相對的水的對 對象就是我們講說 正衝的就是火 相對的如果我把這個水 改成火的時候 就變成爛 那這個時候就要注意喔 可能最近的這個桃花的部分來說 要預防遇到什麼 爛桃花 因此呢 不管它是比較有起伏的波蘭呢 還是這個所謂的爛桃花 我想這個部分都要特別注意 所以因此呢 如果觀眾朋友 你選擇這個字的話 最近不管跟同性或異性的朋友 在聊天的時候 可能要稍微注意 記得 就是說話的時候 多想一想 那麼再說出來 避免口無遮攔 到時候變成這個 所謂的不好的這個印象給人家 如果你選擇是這個 竹字的話 來看一下喔 竹字呢 它這個桃花的部分來看一下 竹這個字呢 如果加兩個 兩話的話 加一個二上去的時候 就變天竹的竹 那當然天竹就是屬於什麼 泛音 比較屬於佛教西方來的這個聲音 好 那相對的 既然是泛音的話 那麼就是什麼 四大皆空喔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選了這個的話 那卻要特別的注意喔 因此如果我選了這個的話 可能在短時期間之內 比較少機會 跟這個所謂的 悉靈的這個 所以的 會像我出現的這個 所以會比較 所謂的異性之間 的一些這個所謂的友誼 因此觀眾朋友 如果選了這個字的話呢 可能四個月之內 比較沉浸在工作以後的話 我想會有比較好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成果 相對的 大家最強喔 如果最近的這個 趕群不忘的話 事業運就會比較旺喔 所以你可以這個 選擇在事業上 或做衝刺 那麼 四個月之後 來這裡再看看 你的這個 車業上面 會不會有這個 新的這個所謂的結果 也許好的機會 那個時候就到了喔 最後呢 我們來看看 如果你觀眾朋友 你選的是 橘這個字的話 我們常常提到 有一句話叫什麼 笑容可橘 所以如果這個橘呢 我把上面的這個 草字頭去掉 加上提手旁 就變成這個 笑容可橘的橘字 所以換個角度來說 第一個要怎麼樣 動手 它意思就是說 你要多動手 因為原本上面的這個草呢 就好像我們這個 所謂的桃花的花籤 開頭一樣 這個是代表說 如果我想要就是 比如說用我的這個 美色或者是我的這個 所謂的帥氣 那麼 男女朋友之間的表現不一樣 這個時候呢 光是這樣的表現是不夠的 如果我們第一個 笑容可橘 第二個 這個動手去幫它 做一點小事情的時候 也許你的舉手之勞 就變成了你這個 所謂的 好桃花的一個開頭 好的人計畫 一個開頭 因此這個地方 人為桃花 就會特別的旺盛喔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你選擇這個的話 恭喜你 你的這個桃花入世 那麼是最旺的 也就是暗示四個月之內 不管我們跟這個 在事業工作上 或者是人際關係上來說的話 都會有非常大的一個幫助 那麼 也祝福所有的朋友 都能夠這個 人際關係大增 那這個事事都能夠順其